一位网友在我的四庭评论区说 问界M9是个良心车 它不坑穷人 意思就是说 穷人买不起 问界M9专门是坑富人的车子 然后又有网友说了 恭喜车主又交了智商税了 原因是前几天我小胡子发了一个四庭说 BDI奔驰巴马奥迪 不如问界M9车子好的一个视频 我说买奔驰巴马奥迪 就是买个车标 五六亿 所以才有刚才那些网友的一个留言 还有很多 我就不给大家念了 也不给截图了 总之都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国展车就不行 白扯跟五六亿没法比 然后下面又有网友说了 老婆公司的老板 平时开的是迈巴赫和劳斯莱斯 直接订了M9 还有网友说 我去看了M7和M9试车 但不能试驾 只是坐在上面体验一下 我个头一米八五 我大块头坐进M9第三排 居然头上还有半拳 膝盖还有一拳空间 就像这个 我也要把现在五十多万的SUV换M9了 BDI在电池面前除了情怀 还剩下啥呢 啥也不是 还有网友说 四驾后已经决定 卖了2019年的 陆湖缆胜 换了温戒M9 还有网友说 你开玩笑 我就是温戒M5 自驾版 也比我奔驰S450 好的不是一星半点 还有网友说 成功认识才买温戒M9 我有辆宝马530 尊详版 买了两年多 三年多公里 加选配置 落地将近五十五个达标 有没有买温戒M9的 后悔的 我愿意跟他换 那么以上呢 就是这些网友 对温戒M9的一些看法 说实话 标包柄不一 有的人呢 就是认为 奔驰宝马奥迪就是好 是吧 你认为一个车标 其实真正拥有 奔驰宝马奥迪 五六亿的车主 真正开了拥有之后 才知道 也就是那么回事 没啥 知道吗 反过来跟温戒M9 比如说温戒M7的 一些配置 它都没没法比 是吧 智能化 辅助驾驶都没法比 对吧 更别说温戒M9了 对吧 买温戒M9的 绝对是 为了提高 出行的一个品质 提高一家人 每日出行都都玩的 一个品质 知道吗 拿了父母 老人孩子 知道吧 他是家庭智能做厂 如果商务办事 当然还是要看品牌的 那么私民前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或者是你们对 任舰M9 这个车有什么看法 也可以带评论系统研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